大家好,我是山西省第16届运动会的吉祥物 想想,8月8日晚8时,山西省第16届运动会在大同市开幕 作为山西省规模最大,项目自成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本届省运会都有哪些比赛项目呢?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本届省运会设竞技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两部分 竞技体育共设26个大项,719个小项 其中,蹦床,公路自行车,排球,武术散打,射击,山地自行车,艺术体操,篮球等项目一起开赛 还有足球8月5日至14日,乒乓球8月5日至10日,游泳8月9日至13日 体操8月12日至15日,田径8月14日至17日,武术套路8月13日至15日等项目将精彩上演 群众体育项目共设22个大项,248个小项 其中,比赛项目18项,包括乒乓球、羽毛球、网球、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门球、剑球、地质球、向其含残疾人大众组 围棋、韩残疾人大众组、桥牌、拔河、跳绳、体育舞蹈、轮滑、中国式摔跤、健美操、赶眼项目四项 包括健身气功、游历球、广场武汉健身央格、健身球操、太极拳健、群众体育项目 是不是很接地气? 本届省运会的一大亮点,是全民省运,除大同事,说州市为主要办赛低点外 其余酒市每次至少承办一项群众体育项目赛事活动 实现了群众体育项目赛事活动,全省11个市全覆盖 魅力省运活力山西,关注比赛的同时,跟着翔翔一起,运动起来吧